又好像所有都变了 我很惊讶地发现 自杀率其实现在都高了很多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第三期的中文播客 我是Rita aka范老师 大家好 我是June 吴老师 我其实是刚从中国国内回来 回去急急忙忙地待了两个多星期 大概就半个月的时间 走了四个城市 就是北京 广州 深圳 加上成都 然后现在这个吴老师呢 还在国内 但是我们都是疫情期间 没能回国 或者没能经常回国 所以肯定我们也有很多 观察到的 感受到的中国的一些变化 方方面面的吧 所以今天就是想说来聊一聊 我们自己看到的 听到的 跟朋友家人聊到的 对 我其实疫情期间回来过一次 但是那一次哪儿也没去 但是这次也没去什么地方 不像你两个星期跑了四五个城市 太牛了 给自己安排太满 我每次都是这样 那我觉得你中间都没回来过 你肯定感受是比较大的 你自己觉得有什么变化吗 就是我觉得过了四年多 就是我以为回到北京 这个城市的面貌 会有很大的变化 就是像我以前住三里屯那边 就是工体整个都推倒 重新修了一个新的工体 结果这次回去也没来得及去看 那个新工体 但我觉得其实走在路上 特别是我以前经常去的那些地方 就是什么拥和宫啊 武道营 鼓楼那边 感觉其实整个城市 没有我想象的变化那么大 就是从这个面貌来看 照印象里的这个 中国城市发展的速度 对 感觉过几年 过过一年 应该很多地方都挺不一样的 但是我觉得这次回来回去 没有感觉有那种 视觉上的很大的冲击 就是好像很多地方去了 还是感觉挺熟悉的 当然有很多这个餐厅换了很多 这个因为疫情很多 挺难生存下去的 对 确实我感觉面貌上变化不是很大 我上一次去北京也是2019年 这次一月份回来的时候 在北京待了几天 你说面貌没有特别大的变化 确实 但是我很惊讶地发现 车和人都比以前少很多 然后我就觉得说 怎么这么的安静 这么的整洁 应该是没赶上过年的时候去北京 对 然后那个我同学 我哥他们都说 那你是没有说在那个 早高峰晚高峰的时候出来 因为我是住在我表哥他们家 在旺京 然后可能10点11点出门 感觉人不是特别多 但是我还是觉得 因为我以前 像在北京上学待了七年 我一直印象中总是那种 公交车的声音 各种车的声音 是很吵的很乱的 但是这次就整个觉得 安静了很多 我还是觉得比以前 就是整洁有序了很多 一方面是好事吧 就是他感觉没有以前 给我那种那么焦躁的感觉 但是另一方面 我很怀念以前 特别有烟火器的那一面 就是我之前还一直很怀念 去北京地铁站门口 有一些卖早餐的那些小摊 对对对对 买点包子 买点粥 豆浆什么的 对现在就是都没有了 对对对 这些好像就是 疫情前就开始了嘛 就是整顿 世荣世貌 街上那些小摊 包括以前 我老公特别喜欢 在三里团街上 吃那鸡蛋灌饼 然后晚上喝多了 第二天早上 买个鸡蛋灌饼 买个什么烤冷面 那些 现在好像就都没了 对我真的是很怀念 路边摊的那些小吃 就觉得虽然一方面 当然出于卫生 出于世贸的考虑 它有道理 但是我是觉得 你可以说 把它规划的 更整洁一点 然后对卫生的要求 更高一点 但是不要说都去掉 都没了 对 我觉得这是 等于亚洲文化里 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很有生活气息的 一个部分 就都没了 这我觉得在成都 还是有保留的 就成都那个街上的 小摊 包括有挑着扁的 卖什么水果的 那都还有 我觉得就真的 像你说的 就比较有烟火气 你就能感觉到 这个有人气 然后就是有生活 这个地方 那等于可能 这个是本身 就是北京自己的变化 等于不是说 当然在海南也是 因为我带的这个 是一个小县城 还是有一些 小摊在 所以可能不能算 整个国内的变化吧 然后其他 因为这次 我因为只待了两个星期 就是行程非常之满 就是有点超负荷了 已经 无法想象 就是在北京 我自己现在想 也觉得有点无法想象 北京基本上 每天要安排 两到三个局 有的来不及吃饭 就是见个面 聊几句 然后就午饭晚饭 肯定都是约出去了 已经 就是要不就是家人聚会 然后但是大部分 都是就是 各个时期的朋友 因为在北京嘛 就是初中高中 包括有一些大学同学 在北京的 研究生的同学 再加上后来工作 认识的关系很好 这些年一直保持联系的朋友 加上有一些学生 然后还在北京的 每天就是疯狂的打滴滴 我觉得这个还是没有变的 但我觉得就疫情前 因为我住在三里屯 就经常就是 骑个自行车 就是去各地了 但是这回呢 住我父母家 就北五湾那边 然后去哪都得打车 我这次回去 回北京没有机会 没时间太短 没坐地铁 上次回来还坐地铁 我也不知道地铁 现在有没有变化 我就记得 19年我回来的时候 那时候距离我 再上一次回北京 大概是两年可能 然后我就非常惊讶 多了很多的地铁线 但是这次我估计 没有太多 这次又多了 哦真的 对对对 我坐了一次地铁 我非常幸运的 有一天晚上 我约了朋友 在前门那边 到的稍微早一点 我就先说 去附近那个流利场 文化街先走一走 就是从前门 走到流利场 大概来回走了一个多小时 然后就是眼看着那个雪 越下越大 然后完全天气预报 没有提那一天要下雪 没有人知道那一天要下雪 我晚上约的朋友也不知道 到了晚上 就是真的是额毛大雪 地上瞬间就激起了很厚的雪 北京很长时间没有了 那种大雪 然后是今年冬天 北京的第二场雪 第一场是去年的11月 第二场就是我正好赶上的那一场 太难得了 对 就是确实很美 也拍了一些 我还挺喜欢的照片 但是就是晚上直接打不到车 就是弟弟完全瘫痪 没有车 最后没办法 就坐了地铁 我爸直接是把车开到三里屯去 救了我老公 因为他也是打车打 两个小时打不到车 前面排着什么几百号人那种 坐的那个地铁 那个就是一条新的线 就是他是直接从前门到南罗谷县 然后再到我家那个附近 就是那条线我觉得就是还经过了挺多 就比较热闹的地方 然后也是我之前 就是四年前就是没有了 然后就肯定也 其他方向也都多了很多线 哎呀我这样说起来 我觉得我这次在北京时间太短了 等于 你待了几天 五天吧 一天回北宇 咱们母校看看 然后一天 两天见其他的同学 然后两天跟我表哥 他们一家 跟我侄子在一块 等于就是那些南罗谷相啊 后海啊都没去 那些景点 但是回了五道口 哎你回五道口了吗 回了 我也回得上北宇 最大的变化就是真的是 外国人少很多 因为以前五道口全都是咱们北宇的留学生啊 然后附近的学校很多留学生 这次去就是几乎没有见到什么外国人 对整个北京其实外国人都少了很多很多 三里团都没外国人了 这就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对 这个 这应该是外国人最多的地方 这可能就是疫情很大的一个影响了 你知道回到母校就是那种怀旧的感觉 感情最深的肯定还是本科的时候 那些水果摊啊 那些小店也都没了 现在就是说起来跟我对北京整个的感受一样 就有点太整洁了 太高级了 过于干净了 对 就很怀念以前的那种生活的气息 我觉得这几年也经常会有人听到 就跟很多其他大城市比 就北京没有那么多烟火气 对于外国人来中国 或者是说咱们中国人自己出行 有什么变化吗 因为疫情的改变 我觉得我老公比较幸运的就是 因为他之前疫情前就是在一直就在中国生活嘛 生活八九年那样 所以那些常用的一些软件 就是什么协程啊去哪啊 然后包括微信 微信支付这些 就是都没有太大问题 但是因为他已经都已经安装了 有了 然后自己也比较熟悉 从北京出发去各个城市 没有太大区别 就是挺方便的 就是你一切都可以在网上进行 但是如果是说第一次到中国的人 可能就这个经历就会很不一样 其实我也是因为中国人嘛 什么都准备好了 所以自己这次下飞机没有很明显的感受 但是我是中间去了一趟泰国 回来以后反而一下对比 发现说 哇如果是一个外国人来中国 会非常的不方便 其实我自己第一次感觉到 有一种很大的变化 是疫情的时候 我2021年回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隔离嘛 那个时候是如果你做什么都要注册手机号 那个时候是要求手机号必须是实名 跟你的身份证是要挂钩的 你买火车票 飞机票也必须是用身份证和手机号 都是要这个名字要一致的 要实名的 到泰国就是旅行国家会非常方便 你下了飞机在飞机场就可以买当地的电话卡 然后就可以上网 然后我换了泰国的电话卡之后 回中国的时候 我忘了提前把电话卡换回来 所以我落地的时候呢 我又没有那个针可以戳那个小洞洞 然后换卡 然后我就突然发现 我什么也做不了 错步难行 错步难行 如果我要上网 当时我爸来接我 就是跟我联系 如果我要上飞机场的WiFi呢 你要输入你的手机号 拿到一个验证码 才可以上 我觉得我突然觉得说 这件事就很不合理 为什么你要手机号 才可以上WiFi 尤其是飞机场的WiFi 所以我就 我当时就突然觉得说 哇 如果是一个外国人 当然如果你是第一次来中国 你可以开你自己的手机号的漫游 但是那个可能也会 如果是外国的手机号 有很多情况下 可能收不到验证码 或者要很长时间 就非常不方便 然后包括 我就你想到说 那你就要去办手机号 那你需要去 我听说要去比较大的营业厅 才可以外国人拿护照办手机号 那如果你办不了手机号 你就基本上什么事情都做不了 对吧 包括外国人到了中国 要去登记 这些反正就以前也都习惯了 就是你肯定刚到 就是买上第二天 就得去当地排出所 去报备一下 登记一下 就是你住什么地方 什么的 我觉得疫情之前 确实开始有一些 因为没有现金 大家都用微信和支付宝 所以开始会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 但是可能疫情之后 因为当时要刷码 去哪你都要追踪每个人的行程 所以现在导致你做什么都要失明 然后如果你没有国内的 中国的手机号 没有微信支付宝会很不方便 当然我也是 我们聊到 我听说 现在支付宝和微信都开始有国际版 你可以关联国外的信用卡 这样的 但是我不知道 现在是不是这个功能已经普及了 是不是很方便 对 我觉得这方面确实需要跟上 就是如果说敞开大门 欢迎外国朋友去中国的话 这些非常实际的技术 或者工具 就是都应该跟上 对 你像我们现在中国对好几个国家免签 是欢迎大家来旅行 但是来了之后 如果很不方便 那也其实没有什么意义 我这回也是感觉 就是这些线上的扫码 比之前更加普遍普及 就是包括去随便去一个公园 包括去一些人没那么多的公园 就不是特别热门的公园 比如像地堂 也是线上要预约 或者去那个 去的一趟鲁迅博物馆 然后也是线上预约 然后门口直接扫买 然后包括成都 去什么大熊猫基地 都府草堂 都是线上预约 提前买票 这个就是我觉得 就是对中国人来说很方便 就是你就拿个手机 什么都办了 但是你就想一想 如果是一个外国朋友 你想到中国的话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 就是能不能顺利用上微信 进行用这些 就包括支付 就特别是支付的问题 对 然后我觉得跟扫码相关的 另一个我感受比较深的 就是这个餐厅扫码 就扫码点餐 我感觉现在就完全无纸化了 就是你基本上 不会再要菜单了 就是直接桌子上 肯定有个二维码 你就扫 扫完了 这个所有东西都在里边 然后你下单 下单直接它就送来 对 我觉得这个 很方便 因为其实美国可能也 就是加拿大也有这个 扫码看菜单 但是你只是看菜单 你还是要跟服务员点 然后你要等就很麻烦 结账也很麻烦 但是国内真的是很神奇 你扫了之后 你直接下单 然后那边后台 直接知道你是哪一个桌子 然后你直接付款 就非常的方便 或者就几个朋友 就是都扫一个码 然后大家就是都可以一起点 然后我们这回就是 因为也是四年多 没回去了嘛 就是朋友们也都非常客气 就是大家都直接就是 非常自觉的 就直接下完单就买了单了 我们都没有 没有去争取一下这种机会 对 这个很方便 因为我 因为我没 我一直以为还是跟加拿大一样 就是你扫出来之后 你只是看到这个菜单 那如果我点和你点 就是分着的 结果没想到 大家扫了一个码 那你放 同时的 对 就进入了一个购物车里 所有的菜 就哇 就太方便了 对 这个真的就是 我觉得疫情前已经算挺普遍 但是这次就是真的 你就觉得到哪儿 去哪儿 广州的 成都的 大的小的餐厅 就是都是这样 对 对对 然后另外跟这个有关的 就是去餐厅经常得排号 就是我以前没觉得 在北京 就是成都因为爱吃嘛 就是感觉成都好像这个 你去一个火锅店排个号 好像还是比较正常 那我觉得这趟回北京 就是所有的餐厅 几乎所有的餐厅 都得提前去排号 真的 然后像去广州也是 就是当然可能我们去广州深圳 就是成都什么 去的也都是那种 比较有名的餐厅 嗯 就朋友找的 或者我们自己找的 比较有名的这种餐厅 或者比较火的餐厅 就是全都得 你得提前 恨不得几个小时 就在网上先预约 或者提前一天 嗯 要不然你到现场 再排队 那就可能就几个小时 就得在那 嗯 那你 我觉得还是大餐 就是像你说的 比较火的餐厅吧 因为我在北京的时候 我跟朋友见面 我们 也是 比如说 我们去五道口 那个华联 五层 就随便找了一家 就进去了 就是小 小的饭馆 可能就是某一些饭馆 会突然变得特别火 对 这个可能也是 就这些年 小红书 这个崛起 然后上面就是各种 你去哪个城市 你要去这些餐厅打卡 对对对 有一些餐厅 有一些 包括什么面包店 那些咖啡馆 就都火起来了 确实 包括我们在 我在海南 我们去玩 去一个水库 一个 就是很小众的 就是在村里 一个水库 结果我们去了之后 惊奇地发现 有很多车 然后一问 你怎么知道这地儿的 小红书看呢 小红书看 大家就说 只要什么东西 上了小红书 它就不再安静了 确实是 我就是这一趟 回国前 不知道小红书 怎么感觉到 我要回去了 还是我不小心 搜了什么东西 就开始疯狂地 给我推 北京旅游攻略 我这趟确实回去 也主打的是 旅游客的这个路线 因为就是 我以前也经常 就挺喜欢去 就是后海呀 这个胡同那片 天坛故宫 这回我都没来得及去 景山公园 我其实以前也 对我也喜欢 自己也经常喜欢去 然后就发现 尤其是我们回去的 就是过年的最后 一两天 感觉赶上了一个过年的尾巴 初六初七那天 我去的雍和宫那边 还有景山公园 都人还挺多的 就是感觉这种旅游的景点 还是非常火爆的 过年北京有庙会嘛 有庙会那几天 我看网上一些图片 也是非常夸张 就是说北京那庙会 你基本上看不到什么 你只能被人挤着往前走 然后你也只能看到人 看不到太多 其他的一些文化的活动 或者吃的什么的 挺夸张 我感觉今年的这个旅游 国内的旅游好像 对这个 国内游很火爆 我也是看报道说 因为疫情大家都憋坏了 然后出国还是不太方便 机票也挺贵的 所以这个国内游 非常火爆 然后我在这个国内游的中心 海南 就是春节 春节期间你就是 你去哪 你去任何一个餐厅 那个价格一定是翻倍的 最少翻倍 去哪都拍大队 这就不用说了 然后到了初七初八那几天 初五初六就开始 你就开始新闻报道 说有多少人滞留在海口的 那个港口出不了 然后买飞机票买不到 要几万块钱一张飞机票 就是大家飞着 扎堆都得来 价格 其实我这回 这个事隔四年多以后 我是也能感觉到 这个物价涨了好多 然后去餐厅 就是有一些 我们以前经常去的餐厅 这趟回来再去 就是很多菜那个价格 我感觉也是得翻倍了 甚至更多 对 就是挺直接的一个冲击 就是虽然就是你可以理解 就现在各地 春货膨胀啊什么的 就是都价格都在涨 但是就是这一下回去 这种对比还是挺明显的 但是我感觉 那个餐厅的价格 是很明显的涨了 但是其他方面的物价 你觉得涨了吗 我觉得就是比如说 去如果买菜买肉 还是有涨 但涨的不是很明显 在一个在网上 如果是买衣服买东西 日常生活用品也 涨了一点 但还好 我感觉 入用品还是比较便宜 对 你觉得呢 我这次 没去超市 因为每天都在外面吃 一天下两回馆子 一天下两回馆子 然后还都是别人请的 对 我感觉我以后 应该再也没有这种待遇了 也就是这次 真的隔了太久 没回去 这个大家朋友们都很 都很热情 都很客气 不错 感谢国内的亲朋好友 我觉得下回我们想的是 明年如果能带着宝宝 这个满了一岁 然后加上带上我婆婆 能一块再回国 多住一段时间 我觉得可能这方面 就是有更多感受 就真的日常生活里的 这些交费啊 开支啊什么的 对 日常生活这些东西 肯定是涨价 但涨的不是太夸张 如果跟多伦多比的话 多伦多那可是真的是 夸张的涨价 你眼看着菜都买不起了 所以我觉得这方面的话 国内还好 那你这次回去 见了那么多朋友 跟朋友聊天 觉得他们有什么变化吗 就是这个我觉得 就是最大的变化 就是前面说到那些 看到的都没太多变化 但是我觉得最大变化 其实就是人 然后这次回来飞机上 其实还碰到了一个 之前不认识 但是是在我之前工作的 那个清华的项目里 学习过的一个美国人 和他老婆 然后也是从北京回美国 我们感受都挺一样的 就是好像什么都没变 但是又好像所有都变了 就是人变了 一方面是说 就是外国人少了 就可能以前一些 特别像我老公 他很多就是外国的朋友 就都回国了 或者就是都不在北京了 然后另外一方面呢 我当然聊的最多的 就是我这个各个时期的 这些好朋友们 他们工作呀 生活里的这个变化 我觉得大家整个的状态 心态都还是有挺大的变化 就是以前可能内心 有一些创业的小火苗 或者就是想要准备跳槽 去找到一些更好的 这个工作的机会呀 职业发展的机会呀 这些好朋友们 现在基本上都是选择苟住 就是现在有一个单位 能给你按时发工资 你都可能也不考虑涨薪 或者什么其他的 更多的这些待遇 就是能有一个稳定的收入 这个保持住这个就可以 就是其他的那些 过多的想法 就都没有什么了 肯定还是因为这个 经济下行嘛 这个周期 对吧 然后这个其实 世界很多地方也是这样 所以他们会选择苟住 就没有之前那种激情 或者说没有以前那些 更多的对职业上的想法 然后那以前就在国企的 或者就在体制内的 那就更不可能动了 因为现在大家都是疯狂的想往 体制内去挤 都想挤进去 然后有一个所谓的铁饭碗 或者就是一个相对来说 稳定的收入跟生活吧 对 所以在国企的 虽然有的人是感觉 现在也是死气沉沉的吧 就是也没有太多活力 但是呢 也就能在那躺平 就也感觉很好了 很幸福了 就我也同意 就我觉得 自己创业这些年 我觉得现在我也 其实不会轻易 鼓励人去创业 因为你确实自己 要承受很多 然后像现在这种经济 环境的话 你有一个很稳定的 特别是你工资还不错 那你就能躺平吧 我在想你说的狗柱这个词 我想字幕君怎么翻译 这狗柱是不是也是一个新词 就是从狗且偷生里面 来造了一个狗柱 感觉就是也是这几年 可能说的比较多吧 对对 跟躺平 躺平之后出现的吧 狗柱 对就是 很形象 狗且如此 就是也不求更多 凑合过吧 对对对 然后另外一个 我感受比较深 或者说经过这四年 我觉得变化非常大的 就是突然间 我的朋友们都有了娃 四年前在北京 就大家随时就约着去玩啊 吃个饭啊什么的 这都很随意 但是我觉得现在就一下 这个哐哐哐 大家全都生了吧 然后 这个所以大家聊天的话题 就首先大家约时间 这个得提前 长长时间去约 当然也有就是 就得加班啊 得工作啊什么的 然后约上以后 大家见了面 我觉得真的很多时候 大家在聊的就是 就是娃 佛系一点的 他可能也没有聊那么多 但是大部分有娃的 肯定自然而然 话题就会引到 这个教育上 嗯 就是即使他们的孩子 现在可能就几岁 然后就是刚上小学 或者还没上小学 但是都会说到这个教育 就是他们现在怎么 开始去教育孩子啊 报什么班啊 让他们是去做什么运动啊 还是什么做什么那些准备 在成都的时候 有一些大学同学 跟他们聊 就是因为有一些 是媒体行业的 就是可能更了解 这个社会民生这方面 就是能感觉到 现在教育的焦虑 还是很普遍的 就是作为家长 这个可能到了小学 可能还稍微好一些 但是上了中学 抑郁症啊 学生这个抑郁症 包括自杀率 啊 这其实已经挺夸张了 就自杀率 其实现在都高了很多 嗯 就是因为这个 国内这个学校里内卷 然后加上这几年 就是对教培 这个行业的打击 就是家长本身 如果有钱 你至少你送孩子去 去上那些辅导班就行 现在就是辅导班 你也找不着 就你除了有钱 你还得有资源 有关系 你能找到这个不错的老师 去教你这个孩子 嗯 但是这个其实就是又让 其实是让家长 这个压力更大 嗯 然后就我自己也能感觉到 就这几年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有国内的朋友问 这个认不认识在北京的外教老师 因为就是也是走了很多 现在都很难找 所以这个我觉得教育焦虑 真的是挺普遍的 就是即使你自己 可能生孩子的时候 想的是孩子健康快乐就好 但是你到了一定年纪 你到了那个环境里面 你被拉进一个 微信的家长群里面 以后 就会感觉这种内卷 就是自然而然就发生了 嗯 我很难去摆脱这个 因为我也是跟 在社交媒体上 看到一些东西 会觉得说大家 中国式家长的焦虑嘛 内卷很严重 但是我很惊讶的是 我自己回来之后 跟我身边我的好朋友 还有我表哥他们聊 反而发现他们 其实没有那么焦虑 没有我想象的焦虑 起码 嗯 当然我可能这次回来 也没有去接触很多的人 就我接触的这几个人来说 比如说像我哥他们家 可能是因为 我嫂子 她是在一个 北京的中学里做校医 所以 因为是职工子女的关系 她升学会有一定的保障 然后我哥呢 她是自己 她自己是工科研究生毕业 所以她英文数学都不错 她等于就是自己在家天天辅导孩子 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她工作不忙 天天在家工作 别人都忙死 就是感觉他们还挺舒服的 就是会非常在乎孩子的教育 也会为未来做打算 但我感觉他们总体上没那么焦虑 还有一个好朋友 就是我以为她应该是最焦虑的那伙人 因为她是在北京 她跟她老公两个人都没有北京户口 所以她的孩子 其实现在是在上一个私立的小学 一年级 她整个本身自己的心态 就是非常好的那种人 她从来也不去卷 她会努力挣钱 但这些年挣的钱也还够 她就觉得说 如果以后孩子上学 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的话 他们就回东北老家 带孩子回去 就觉得说 反正一家人在一起开开心心的 怎么都能活 就是像我表哥 还有我另外一个大学偷工学 他们其实都花了很多资金 给孩子报一些课外班 但是不是那种主客的辅导班 不是那种教培班 是孩子兴趣爱好 画画 跳舞 网球 游泳 这些其实花了挺多钱和精力 去做这件事 但是我感觉也不是因为 说要孩子以后升学怎么样 就是觉得说 孩子应该培养他多方面的能力 所以其实我很惊讶的是 他们反而没有我想象中的 或者是说网上说的那么焦虑 可能也是看自己的心态 对对对 这个我觉得最终确实还是看个人 但是我身边其实像我表妹 他们两个人户口都不在北京 然后他们就是花了600万 买了一个50多平方米的老破销 为了这个一个学位 为了这个能让孩子在那个地方上学 然后我就会想 这个性价比性价比的问题 就是你有600万人民币 你可以送他去私议学校 包括以后送他出国上学 就是可能也都够了 对 但是你就是花几百万 买一个说实话 不怎么样的房子 像这种可能也是造成 我感觉有一些家庭条件相对不错的 其实就会开始考虑移民 我父母的一些邻居 就知道我们回去 就是其实也会 就是主动过来 就是想聊一聊 就是在美国的生活怎么样 或者我们了解的这个 比如加拿大呀什么的 移民的政策怎么样 能感觉到就是会有一些人在考虑 这个咱们俩 还是也是感受不太一样 我周围反而没有一个人要移民 反而有人就还是劝我回国 觉得回国舒服一些 因为我觉得就是起码 比如说现在加拿大的情况 其实对移民不是很友好 经济不好 工作不好找 然后物价非常高 其实有很多在加拿大的移民 就已经不光是中国人 世界各地的移民开始 抱怨加拿大的情况 然后再离开加拿大 回到自己的国家 所以其实我觉得像我的朋友 这些情况 除非做好了准备中年四十多岁过去 再重新从零开始奋斗 或者就是你在国内的经济条件特别好 不然的话还是在国内会比较舒服 像你表妹的那个情况 不光是中国 国外也是一个很复杂的话题 你想你在一方面 你让孩子在北京上好大学 那你要进入一轮更激烈的竞争 那像我朋友说 他可能回东北老家 可以过得很舒服 但是当然你在大城市 你所能享受到的那些资源 你的见识 肯定比在小城市要好得多 但是就是没有两全的选择 对对对 我觉得现在很多考虑移民的人 其实主要也是考虑到下一代 就是倒不是说为了自己怎么怎么样 然后也有几个好朋友 就是比较直接的表示 也是感觉这些年就是在国内的这个信息越来越闭塞 就是越来越难获得就是外面的消息 就这个也是我听到了就是有不同地方的不同朋友说到了一点 包括一些是本身就是做媒体的朋友 就是那更是对对对 在国内做媒体应该挺难的 懂得都懂 要一颗大心了 对是 很多人意识到了这方面的问题 比如说微信和支付宝开始推出了海外版 那其实现在中国的签证也比较容易拿到 对很快 对一方面要做好来之前的心理准备 可能要克服很多不方便的地方 但是还是可以来看看 我这次回去其实也尽可能的拍了很多就是我看到的去的那些地方 包括吃到的好吃的广州跟成都真的都太好吃了 好玩的好看的就尽量拍了一些 就我觉得还是需要有更多人吧 就是进行这种交流 就是你需要在场 就是我觉得在国外这几年就是你会看到很多消息 但是你真的回到国内在那个环境里 其实又回到一种很熟悉的会 其实会还是会有归属感 就是毕竟是在那儿出生长大的 成都也是我住了很多年 好几年的城市 就是也是有很深的感情 就是我觉得真的有很多东西是我想让更多外国朋友看到的 就是让他们也能去体验到感受到的 这个老百姓的生活 普通人的生活 还有这些不同地方的历史文化 他们其实都是非常美 非常吸引人的 就是非常值得被更多人看到 虽然可能去中国会有一些挑战 但是我觉得还是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去到中国 就是能跟这个普通的中国人 就是去交流 然后去看看他们的生活 而不是说通过媒体或者通过一些网上的消息 那个总是片面的 有办法真的感受到中国是什么样的 还是希望中国整体上各个方面真的能做到对外国游客更友好吧 真正的开放 还是希望疫情之后大家能够意识到我们的一些东西可能反而造成了国内跟世界的一种隔绝 那希望可以更开放更便利 希望吧 对对对对对 就是我去民间的这种交流还是最重要的 对对对对 行那我们最后结尾就是还是给大家一些互动交流的一些话题 就首先就是如果你在中国或者说你像我一样 就是疫情前疫情后都去过中国 那你有没有感觉到什么变化 或者你有没有感受到什么很不一样的东西或者方面 然后你觉得疫情给你自己生活的地区或者国家有没有带来什么影响 就比如说我觉得其实加拿大本身受到了疫情很大的影响 我们的现在的生活 我们常常说现在的多伦多已经不是以前的多伦多了 那你自己的城市你的国家有没有什么变化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积极的留言 然后也可以告诉我们你们想了解或者想听到什么关于中国的我们可以来聊一聊的话题 然后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